欢迎收看《妙语禅说》 师父,为什么寺院里要有莲花池啊?别的花不好吗? 别的花也很好啊,不过莲花更能代表佛教的精神啊 莲花代表佛教的精神?为什么呢? 阿弥陀经里所描述的西方极乐世界,好比做事清净不染的莲花境界 故称莲邦 莲花与佛教的关系十分密切啊 也可以说莲花就是佛的象征 当我们走进佛教的寺院里 随处可以看到莲花形象 大雄宝殿中,佛祖端坐在莲花宝座之上 慈眉善目,连眼低垂 其他地方像是寺院的墙壁 藻井,藻井,篮杆,神杖,桌围,香带,拜殿之上等等 也都可以看到各种各色美好的莲花图案 对耶,到处都有耶 莲花代表圣洁美好 在佛教的典籍中记载 西达多太子降生的时候 皇宫御苑中出现了八种瑞相 其中之一就是池中长出了大如车伦一般的白莲花呢 啊,这么大的白莲花哦 好神奇哦 在佛教中跟莲花有密切的连结 像是佛教寺院称为莲叉 念佛之人称结莲胎 佛眼称为莲眼 释迦牟尼的手称为莲花手 僧尼寿界称为莲花界 佛经妙法莲花经 简称法华经 都是以莲花来作为比喻的 释迦牟尼的手称为莲花手 那我的手呢 你好好学佛 你的手也会是莲花手啊 师父 这就是莲花手啊 五光 还有际语也跟莲花有关呢 像这句 弥陀生生念 莲花朵朵开 翻身归净土 合掌 立如来 这句话的意思是 人即将往生时 一生一生 持续不断地称念 阿弥陀佛的圣号 九品连台的莲花 朵朵胜开 前来迎接 我们人一往生啊 身体自然回归净土 而魂魄 随着莲花到阿弥陀佛的世界 一手是自己 另一手是佛手 当双手合十 就可以见到如来 哇 师父 那这手也是莲花手吗 是啊 我们念阿弥陀佛号往生的人 可以受到阿弥陀佛的接引 阿弥陀佛右手向下 就是在接引众生啊 师父 那我们穿的衣服 也可以叫做莲花衣吗 当然可以啊 我们往生之后 希望阿弥陀佛来接引 不过呢 师父更希望 我们在世的时候 就要去接引别人 帮助别人离苦得乐 而自己自修时 也要礼敬诸佛 当我们合掌前 先举起左手 放在胸前 与佛相应 再举起自己的右手 与左手合十 以虔诚的心理拜 让自己的心清静 极乐净土 也就会自然地呈现出来 师父这样说 你明白了吗 这样 我的手也变成莲花手了 是啊 无苦无忧 极极乐 你在生活中 如果不觉得痛苦 忧愁 那么当下就是极乐世界 物增物碍及西方 心中没有憎恨心 碍然心 那么当下就是西方净土了 人生处处 一切形式 只要无忧无苦 物增物碍 只要内心净化 保有唯心净土 自省弥陀的心念与态度 当下就是净土了 弥陀 弥陀生生念 莲花朵朵开 翻身归净土 何掌 李如来 乌瓜 你知道在台湾人的习俗中 每年的农历11月24日 为什么要送神吗 尤其是送赵神 是非常重要的哦 不知道 不过 那天我妈都会准备很多好吃的东西 看到我都流口水了 我偷偷跟你说 每次我都等我阿嬷不醉的时候 偷偷拿一点来吃 好好吃哦 你不能这样啦 要等仪式完成才可以吃哦 没办法啊 阿嬷每次都要很久 我忍不住嘛 我只有吃一点点而已 准备的这些东西 是要给赵神吃的 你在贪吃 小心它打你屁股哦 赵神是谁啊 往我们厨房的叫赵神 也就是赵王爷 关于赵王爷 民间有很多的传说 赵王爷姓张 他本来是个无恶不作的人 怎么会 为什么还能做赵王爷呢 因为他虽然做了很多的坏事 可是脑筋一转 一念之成 就又做了一件好事情 所以啊 玉皇大帝就原谅他啦 有一次他跟别人赌钱 不但把家产输掉了 还把老婆也给输掉了 老婆因此改嫁给一个砍柴的人 他已经把家产输掉了 又没有东西可吃 就去找被他卖掉的老婆 那个老婆很贤惠 虽然是被他卖掉的 可是看他没钱吃东西 还是给了他几个粽子 还偷偷地在粽子里面放了银子 并且告诉他 这几个粽子你拿回去吃吧 可是不要给任何人哦 他一离开 刚好人家就来找他要钱了 对方要他还钱 他说 可是我没有钱啊 对方看他手上拿着吃的 就说 没有钱吃的也可以 于是就把粽子给抢走了 怎么办 他们有钱了 粽子又被抢走了 他会饿死的 粽子被抢走了以后 他又回去找他的老婆 老婆问他说 粽子呢 他说 被抢走了 讲到这里的时候 正好啊 他砍柴的丈夫回来了 赵王爷没有地方躲 急忙躲到烧水的罩里面 哦 被发现就完了 这个砍柴的丈夫 背了一堆柴火回来 因为他想要洗澡 就对妻子说 我自己来烧洗澡水 哇 会不会发现 妻子听到赶紧说 我来烧我来烧 可是啊 丈夫坚持自己动手 拿了柴火 就在罩里面烧了起来 哇 这家死定了 赵王爷躲在罩里 决定不出去了 为什么 这会死掉 因为他想 如果我一出去 老婆就会被这个丈夫打死的 所以 他宁可牺牲自己 结果啊 真的被活活给烧死了 他被烧死了以后 这个前任老婆 每天早上 中午 还有晚上 都会拿着香 来照着前面祭拜 他丈夫看到就问说 哎 奇怪了 你怎么早上 中午 晚上都要拜照呢 他当然不能说出 前任丈夫烧死在那里的事情 只好说 我们人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 要感谢赵和锅子 因为有这些东西 我们才能煮饭来吃啊 后来 大家都觉得 他说的话很有道理 真的要感谢赵和锅子 如果没有他们 我们都活不了了 于是 家家户户都拜起了赵和锅来了 玉皇大帝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就封他为赵王爷 还命令他 每年农历12月24号 要上天庭去奏报 这一户人家 在这一年来 所做的好事和坏事 这就叫做 上天行好事 下地报平安 赵王爷 就是有着这样的职责和任务 这个啊 就是赵王爷的故事哦 我都不知道 我家的厨房里 有个赵王爷耶 我爸爸一定也不知道 我回家要跟他说这个故事 嗯 好啊 各位菩萨大德 大家平安 今天的礼遇时间 要跟大家分享这句 吃人的嘴软 拿人的手短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接受了别人的好处 吃了别人的东西 拜事情的时候 就会因此感觉理会 而给予特别的关照 会有所偏思 以前有位正直的法官 他没有不良的嗜好 唯一想得到的特色就是 他特别喜欢吃鱼 所以那些想要巴结他的人 就会不断地送新鲜的鱼货到他家 但是这位法官 对于他们的礼物 一概都不接受 家里的人问他 你这么喜欢吃鱼 为什么不接受呢 只要我们不说 有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 法官 法官义正词言地对家人说 正因为我喜爱吃鱼 所以才不能接受他们的馈赠 如果我接受了别人送的鱼 在以后的办事过程中 就一定要迁就别人 难免受到影响 这样就会歪曲法律 执法犯法 如果我因此丢了关 就算我再喜欢吃鱼 这些人也一定不会再送鱼给我了 到了那时候 连我自己也没有能力去买鱼了 所以现在 我不接受他们的礼物 就不会循私枉法 也不会被免职 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 我的生活行得正 做得端 以后想吃什么 还怕没有吗 这就是吃人的嘴软 拿人的手短 现代人的生活 离不开一些社交活动 这些形形色色的活动 必定会涉及人情 而人情债 正是世界上最难偿还的一笔债 所以 如果欠了人情 自己就要留点心 注意着 千万别让人情成为做事的负担 再来说的是 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每个人都喜欢别人的赞赞 只要用得贴切 大家都喜欢 不过呢 有些尖酸 刻薄的话语 是很容易让人心寒的 有一位年纪较大的客人 拿着一支酒瓶 要请一位年轻人喝酒 就在年轻人接过酒瓶时 酒瓶忽然掉了下来 就摔破了 年轻人马上道歉说 对不起 是我没接好 这是我的过失 信名原谅 说完 他立刻拿出钱来 表示要赔偿 老年人看见年轻人 一直赔不试 说对不起 他不但没有发火 反而自责地说 没关系 是我没有地好 我回去重新再拿一瓶来 就是了 这种在双方都喝了酒 略有酒意的情形下 一不小心哪 很容易就会失控 一件原本容易引发争吵的事 最后 不出一句恶言 圆满地解决了 另外 有一位业务员 因为跟上司的意见不合 被调到了别的单位 这件事让他很消沉 有些人还劝他 不如跳槽到别家公司吧 这时有位老朋友 却跟他说 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 我相信你会东山再起的 这句话 对他的帮助很大 他觉得 只要自己不放弃 在公司一定还有机会翻身 之后 他认真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过了一年 以前那位上司调走了 新一任的主管 看见他的工作态度 就调他回原来的部门 还升了他的官 俗话说 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一个故事的年轻人 他主动地道歉 短短几句话 就让老年人的心里 暖哄哄的 不至于起争执 这并不表示 他敌人一等哦 相反的 正是从这样的小事中 体现出他讲话的智慧 第二个故事 那位同事的老朋友 则是用了鼓励的语言 化解了他内心的疙瘩 这就是在提醒我们 说话的时候啊 要注意分寸 多讲好话 免得伤人 今天就说到这儿了 诶 乌瓜 你在角落做什么啊 没有啊 我让我做什么啊 我只是觉得地板的花纹 好奇怪哦 才蹲下来看一看嘛 很可疑哦 你在这边那么久 都没有说要看 现在突然想到 就今天 放东西的时候才看到 觉得很特别嘛 啊 放东西 放什么东西啊 诶 诶 诶 乌瓜 我抓到了哦 你要自己说 还是我自己找呢 嗯 好啊好啊 我说啦 我放的是今天发的数学考卷 你藏起来做什么啊 好 我知道了 你有考招了对不对 我没藏呢 只是放而已啊 而且又没有考招 我只是不小心把第一题的答案填到第二题那边了 蛤,那不就是其他都错了吗 什么呢,我答案都写对 那你为什么要把考卷放在看不到的地方 因为没看见,就可以告诉自己 没有因为没检查才考招 你这样不行 什么呢,而且我答案真的都算对 虽然算对,但填错还是算错啊 悟光,你不应该一直执着自己算对 而不想自己没有注意填错的问题 还把考卷放到看不到的地方 你这样是掩耳盗铃啊 我才没有呢 悟光,也许你听完掩耳盗铃的故事就会知道了啦 这句成语的意思 是比喻愚蠢的自己欺骗自己 明明掩盖不住的事情 偏要赏罚子掩盖 小人姐姐,我才不办呢 啊,我可什么都没有说 这是书上记载的内容啦 出自旅士春秋自知 春秋时,晋国贵族范士被灭 有小偷趁机跑到范士家想要偷东西 他看见庭院里有一口用上等的青铜铸成 造型精美的钟 他想要把这个钟背回家 师父说不可以偷东西 他怎么可以偷钟啊 不乖不乖啊 嗯,所以不能学哦 可是啊,这个钟又大又重 怎么也挪不动 小偷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把钟敲碎 然后分别搬回家 钟敲碎就坏掉了耶 这样搬回去有用吗 哼哼,我也不知道耶 反正啊,小偷找来一把大锤 朝钟扎去 慌了一声,把他吓了一大跳 这时小偷心想 啊,糟了 这不等于告诉人们我在偷钟吗 那个小偷被吓到好胆小哦 不过那个钟被开到都没坏掉 好厉害耶 对啊 表示那个钟真的很坚固耐用嘛 他越听钟声越觉得害怕 不禁用手捂住自己的耳朵 咦,钟声变小了耶 把耳朵捂住就听不见钟声了 他立刻找来两团布 把耳朵塞住 欣赏 嘿嘿 这下谁也听不见钟声了 好笨笨哦 连我都知道 其他人还是会听到钟的声音嘛 因为又不是捂住其他人的耳朵 大家都还是听得到啊 啊 所以你懂了吗 你刚蹲下放考卷的行为 就跟那个小偷一样啊 嗯,好像是耶 小人姐姐,我知道错了 我下次不会了 嗯,说到要做到哦 嗯,说好了 那小偷有被抓住吗 还有,故事里说的是偷钟 不是偷铃铛耶 嗯,这个嘛 当然是有被抓到咯 而钟跟铃的差异 是在宋代以后 逐渐演变为掩耳盗铃 掩耳盗钟反而不常用啦 嗯,好啦 我们出个题目让大家复习吧 比喻愚愚蠢的自己欺骗自己 掩盖不住的事 偏要想法子掩盖 是哪句成语呢 将答案寄到高雄市新兴区 复兴二路356号 或是打电话 07-223-825 然后,我跟小莲姐姐拿到提示哦 演叉,倒叉 你要记得 做名给一年八班 班长物光收 才会有小奖品哦 拜拜 嗯,记得 还要来找我们玩哦 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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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